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这个夏天俄罗斯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点燃了全世界的狂热 随着赛事的进行 我们也越来越了解俄罗斯这个国家 那对于俄罗斯呢 中国人其实早就不陌生了 俄罗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 最重要的合作国家之一 中俄两国在农业生产贸易等方面 有着很强的互补性 近年来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在俄罗斯租赁土地 开展粮食和蔬菜种植 为中俄两国蔬菜和粮食的供应 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在国外开展农业生产 会有哪些不同的经历呢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乌苏里斯克 俄罗斯远东的边境小城 滨海边疆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和商品集散地 当地时间早上六点 第26幼儿园的厨师达亚 正在为学校里 一百多个孩子准备早餐 与此同时 乌苏里斯克48所公立幼儿园和小学 都开启了早餐时间 对不起 亚苏里斯克48所公立的 6 раз в день 成功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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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及奶制品 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充足的蛋白质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这些牛奶及奶制品 全部由政府买单 供应者则是一家 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企业 46岁的孙仙礼是公司的负责人 来俄罗斯打拼已经快20年 半年前孙仙礼的公司 开始为乌苏里斯克公理幼儿园和小学 供应牛奶及其制品 我们的奶现在除了 供应乌苏里的48所学校 主要还供应海山外超市 孙仙礼的老家 在与乌苏里斯克毗邻的 中国黑龙江省东宁市 来俄罗斯之前 孙仙礼是个弟弟道道的农民 所以说地特别少 常年主要是以打工为主 挣不到多少钱 上俄罗斯人特别多 他一看出劳务的 在这坐小满满的 倒包的 干的比较多 20年前 想到外面床床的孙仙礼 和他的三个弟弟 背起行囊 来到俄罗斯谋求生计 我来到俄罗斯呢 首先先是干的是果菜 完了后来呢 跟我的弟弟呢 往一块儿 跟我说过松子啊 跟我一块儿整过车床 还给整了一块铜驴 去俄罗斯经商务工的浪潮 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 岛爷是中国人在俄罗斯的 第一批商业群体形象 上世纪90年代初 俄罗斯轻工业产品缺乏 不少中国人嗅到商机 从国内带来服装 以及各类小商品销售 赚取差价 孙仙礼和他的弟弟们 最初是在俄罗斯贩卖水果 当然 异国创业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语言不同 刚来一句俄语不会 你就有时候上厕所都找不着 我一看人家卖得都特别好啊 因为人会画 咱不会画的 问你啥 你不明白说啥呀 晚上下班了以后啊 天天就在宾馆 就天天背 但是因为我们背语语 也特别费劲 因为啥 文化成都浅 所以全都用汉语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 是学着俄语 说的也不是那么正规呢 再一个咋的 我们没学过字母 先学着梨呀 苹果呀 这些蔬菜 那一点点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学会的一些 卖货呢 就比较容易一些了 我现在要做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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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人去我 我现在要做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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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着勤奋和努力 孙先丽和兄弟们的 果树生意 一度做得风生水起 并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 与生俱来的农民情节 又令他们发现了新的机会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从农村走出来 作为一个农民 看到潜质土地特别多 完了废旧的厂特别多 你看早些那个养牛厂 养鸡厂都黄了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 就是说通过俄罗斯的伙伴 就咨询他们 这个 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可以在这 养鸡 养牛 种地 就通过他们可以允许 就这样 他们通过当地政府的许可 拿经营水果积攒的资金 来养鸡 养牛 种植粮食 在异国的田野上拓荒绝金 等待他们的 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 说到在14年 就是说我们赔的特别差 因为我们当时投资的全是人民币 你从工人工资 出去买设备买什么都 全都投资的是人民币 鸡蛋和奶你要变成卢布 你往家汇款它就是赔 因为它已经贬到一半了 2014年卢布贬值 对人民币的汇率跌了近一半 这给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 带来沉重打击 资产和利润迅速缩水 如何避免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 成为在国外种地的中国人 期待破解的难题 加大土地面临 就是多包地 把这家卖的我们卖的鸡蛋 和牛奶这个钱 都投资在这个农业上了 现在是7500省 奶牛是1100多头 12万只鸡 半年前 孙先丽奶牛厂的牛奶及制品 通过层层检测 被乌苏里斯克指定为 公立幼儿园和小学专用奶制品 来自中国的企业 满足着当地淡奶的需求 并向政府交纳税收和土地租金 同时也给当地带来许多就业机会 中国鸡蛋销售是按金公斤算 俄罗斯是按个算 我们给它设定了几个标准 它按标准把鸡蛋分检出来 然后进到超市 孙先丽和他的企业 渐渐融入到这个俄罗斯远东小城的生活 也许当地人曾担心 中国人的到来 会给这里带来不可知的改变 但如今他们看到更多的是融洽与共赢 因为出的时间长了 感觉跟自己家里的一部分了 这四个月的小孩就退出来 我说也是经常去参加他们的生日宴会 朋友聚会 今晚对啊 之后 我ince子 有点比较、比较多的 嗯 哥们 你已经来 有点赞 乱雀 干吗 九尝 你要来 干吗 现在 你来 早点 早点 好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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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乌苏里斯克公理学校的半年合约 马上到期 政府马上要对所有 有意义的奶制品供应者 进行新一轮的筛选 斯拉沃与马沙 分别是公司的经理与会计 俄罗斯法律规定 中方企业在俄罗斯 必须有一个俄方经理和俄方会计 与俄罗斯业务人员的默契配合 同样是企业运营顺畅的关键 所以要无数理的 就是说它得认可占这个东西 认可占这个企业 认可占这个奶 所以说它这个签约 对我们特别重要 政府的检测人员如约而至 孙贤礼能否继续 她的奶制品生意呢 孙贤礼又拿到了半年的订单 稳定的合作 给一国土地上的它带来了更多自信 整个公司将继续按照它的规划运转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在俄罗斯打拼的中国人 都能如孙先利那般顺利 一宿之间水就倒腰审 整个浪我这四十一个棚全都进水了 里面冲得乱七八糟的 所有的作物继续都绝惨了 这已经是第三年 李波在乌苏里斯克的蔬菜大棚遭遇洪水 他的蔬菜大棚和周边几百平方米土地 原本栽种了番茄 原葱和甜菜 这一次让他损失了近两百万人民币 就像这个市的你看 马上其实就可以上市了 像现在就完了 一锅水以后 你看像这个 就全部都长这样的斑 十年前 李波夫妇从老家黑龙江省东宁市 来乌苏里斯克经营果树生意 当地允许外国人土地租种之后 他们便在乌苏里斯克 种植蔬菜供应当地市场 前几年每年 都有人民币五六十万元的收入 因为缺少人手 周海洋请来不少俄罗斯本地人 帮忙清理田地 部分受灾的蔬菜 他们还要抓紧时间转运出去 因为水冲坏了路 要先用拖拉机 把蔬菜运送到大陆上 再装货车 天灾了 发水了 这就是最大的危险 过一个月以后 我准备摆我这块地 再投点钱 赚钱了给它为行吧 如果不发水 效率还是可以 还是有的 所以说我还是有信心 周海洋的蔬菜 被送到四十公里外的 六公里交易市场 这里是孙先丽和周海洋夫妇 起家的地方 他们都曾在这里 经营果蔬生意 并积累起创业的资本 六公里市场 是周边最大的 果蔬批发市场 辐射整个滨海边疆区 中国人喜欢称这里为菜库 最初 这里由中国人建立 如今仍有超过 百分之八十的经营者 来自中国 他们勤劳 乐观 执着耕耘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企业注重俄罗斯土地 已经超过四十万平方公里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在俄罗斯经营农业 俄罗斯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下 最重要的合作国家之一 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 而中国有丰富的农业 劳动力资源 成熟的农业管理经验 中俄两国 在农业生产贸易上的互补性 将继续推动 两国农业的合作共赢 现代农业改变了 传统农民的行为方式 那些在异国田野上 耕耘的中国农夫 用他们的汗水和智慧 赢得了尊重和信任 我们的生产能力 与别人的农业资源 优势互补 在全球化的时代 农业必然不断延展融合 农业必须有耕耘天下的 勇气和能力 商贩勿售河豚 民警急需买主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我们都知道 河豚味道鲜美 但是因为它的杏腺 肝脏等部位含有毒素 烹调的时候如果操作不到 人食用了以后就可能产生 头晕 呕吐 口唇及手指麻木等中毒症状 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 最近在山东省滕州市 有一个商贩 勿将河豚当作其他鱼类 进行售卖 当地民警得知情况后 紧急全程寻找买主 近日在山东省滕州市 一家菜市场内 一名商贩和往常一样 进了一批各类品种的鱼 其中混有三条个头不大 腹部较圆的小鱼 当天早上一名老人买走了 其中的一条小鱼 并表示中午要给孙子炖鱼吃 过了一会儿 又一名顾客前来买鱼 认出这几条小鱼是河豚 并告知商贩 这种鱼含有剧毒 这可把商贩吓坏了 情急之下便选择了报警 接到警察后 我们兵分两路 一路找油管部门 监令改鱼是否为河豚 接二是我们进行视频嘴种 插着这位买鱼的群众 消息很快从林业部门传来 卖掉的鱼就是河豚鱼 确实务实会有危险 这次我们心情更加急切了 就和卖鱼的坦足一块 去插着嘴种 这位买鱼的群众 由于卖鱼的摊位旁 并没有监控 再加上早晨 菜市场人流量大 民警和卖鱼的摊主 只能通过附近的监控视频 辨认买主 这个民警的查找 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并且当时的时间 已经接近中午 民警一直记得 老人说要在中午 给孙子炖鱼吃 便顾不上吃饭休息 进行全程搜索 经过一番查找 民警们终于发现了 购买河豚的老人的行动轨迹 便通过监控视频 一路追踪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 民警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 幸运的是 河豚只被食用了极少一部分 并没有对食用者身体造成伤害 尽管这一次 以后我绝对不得食的鱼 绝对不满 河豚鱼的肝脏肠胃等部位 有剧毒不可食用 而老人的孙子 也只是吃了少量鱼肉 而没有吃到有毒部位 才没有中毒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 不要盲目地吃一些 买一些不明的动植物 提醒那些炭竹 不要轻易进一些 不认识的 不明的一些动植物 或者给你带来的麻烦 同时别人带来的是生命危险 所幸是有惊无险 幸亏民警及时找到了买主 有效地避免了风险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山东市区 7月12日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在山东省寿光市 正式接派成立 该中心由农业农村部 和山东省合作建设 预计到2020年基本建成 建成以后将成为 全国蔬菜产业技术信息的 汇集地 发散地 质量的核心是标准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 蔬菜产业体系标准中心 就是为了引领蔬菜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 让标准来引领提值增效 山东省寿光市 是全国重要的蔬菜生产和集散地 依托寿光建设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就是要搭建蔬菜标准体系研发平台 整体提升我国蔬菜产业水平 7月12日 中国农村杂志社在北京举办 农村财务会计创刊60周年座谈会 农村财务会计创刊于1958年1月 始终坚持服务三农 服务农精 服务农村财块事业的半刊思路 为广大乡村培养辅导了大批财块骨干和经营能手 目前中国农村杂志社除农村财务会计外 还办有七刊一网七个微信公众号 刊网融合 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8湛江东盟农产品交易博览会日前在广东湛江举行 本届农博会以乡村振兴东盟携手为主题 1000多家中外农业企业参加了本次农博会 连江红城 徐文波罗 雷珠芒果等 湛江本地公用品牌抱团亮相 来自泰国 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等32个国家的309家企 也展出了水果 咖啡等极具当地特色的优质农产品 据悉农博会三天总交易额达30多亿元人民币 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引进东南亚的新技术 新产品 同时也为赞江以及全省全国农产品向外走出去 提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 实现双方共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来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查询网期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也就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龙栏》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不会认真阅读你们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